年入60万的空巢青年竟在县城婚恋市场屡屡碰壁 问题究竟出在哪 在上海某中外合资汽车总部工作的小齐 年收入高达60万 名校毕业 身高1米8 这样的条件在婚恋市场上本应炙手可热 然而年过30的他却迟迟找不到女朋友 他尝试回到老家相亲 但两年多来 花费了大量时间 精力和金钱 依旧一无所获 在北京打拼多年的珊珊 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他认为女性在婚恋市场的价值取决于年龄 过了30岁会快速贬值 因此他在北京频繁参加各种相亲联谊活动 还连续三年春节假期会老家相亲 但依旧没有遇到合适的人 这些空巢青年们在县城的婚恋市场上屡屡碰壁 原因何在 在县城的婚恋市场中 很多人往往更看重对方的家庭背景 社会关系等因素 而对于经济条件 则是 Whole